韩典古代的五大强悍民族,各个骁勇善战,英勇无敌。 一、匈奴族匈奴族是我国历史上,与中原民族在核战关系方面,呈现较早的少数民族之一。 他们曾游牧与蒙古高原一带,战国时区域强大,秦始皇时曾派蒙田北极国匈奴,驻长城, 两汉时期的昭君出塞,非将军李广的故事就反映的,是与匈奴关系的史实。 秦汉时一部分西迁至欧洲,后与当地土着居民,融合成为现代匈牙利的先民。 一部分内迁,南北朝时建立过前兆、下、北梁等政权,逐步与汉族极少数民族融合。 所以,南北朝以后,史册不再有匈奴之名。 二,突厥族突厥族,在六世纪游牧于阿尔泰山一带,后强大控制了东之辽海,西达西海离海的广大地区,随时分裂为东西两部。 唐师东突厥不断南下,唐太宗派兵进攻,扶其首领协帝可汗,摄制都护服,东突厥后逐渐汉化。 西突厥一部分被唐公灭,一部分又迁到西亚,建立了强大等奥斯曼帝国,现在土耳其人主要是西突厥的后裔。 三,鲜卑族鲜卑族,曾生活在那猛东部的西拉木轮和流域,南北朝时建立过前沿、后沿、西秦、南梁、南梁、南梁燕等政权。 386年,拓跋规建立北魏,五世纪时,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,迁都洛阳,用汉姓,穿汉服,说汉话,同汉人通婚等。 鲜卑族与北方的诸民族逐步融合了。 四,契丹族。 契丹族在北魏时,于辽和流域过着游牧,渔烈的生活,同中原各族相互往来,十世纪初耶律阿宝基统一契丹,916年建立契丹国,控制了东奥大海、北达蒙古大漠、西至阿尔泰山、南至河北、山西一带。 1125年魏金所灭,契丹人归附于金,后来又投赋于蒙古并参加了南征,大多与汉族或蒙古族融合。 有学者认为,现在的达乌尔族就是契丹族的后裔。 五,女真族女真族。 源于唐朝时的黑水墨河,主要活动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,历史上把它们分为圣女真、淑女真两部分。 12世纪完颜阿古达统一女真各部,建立金政权,到今后期,驻驻中原的女真基本汉化。 属女真在17世纪,由奴尔哈氏建立了后金政权,后皇太极又把女真改称为满族。 而当时处于边远地区的女真族,为那入满族共同体,就发展成为了今天的赫哲族、厄文克族、厄伦春族等祖先。 女真这一名词,也逐渐在清代消失。